大家看这个前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生蚝 我每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要发财的感觉 每一次打的时候我就挑了一块小石头 就有这么一大箱的 太多了 鱼巴蛋蛋的你不动 它都不得到要从哪里下手 天哪 这里一堆生蚝 我把这里全部打完可能有十几 我就从这个墙慢慢地把它拆了 都不用挑 直接就下来了 这个超大 你看 比我手那么长 这要是一个一块钱 我和鱼巴今天在这里都发财了 这一朵墙把它拨下来 这个小的我们都不要 需要大的 大吧 你看 又大又整齐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上面还有很多海瓜籽 那个海瓜籽很大 你看 像开花一样 你看鱼巴 我这里的多大 大不大 这里的还没发财 一二 在我们转移阵地 他说这里的还不够大 要选那个更大的 因为太多了 那种小的我们全部都不要了 我们去捡大的 走吧 这些密密密麻麻的石头上面 全都是生蚝 你说这发不发财 如果从早上打到晚上的话 肯定发财 不要好刀 就这样子也可以掀了 像开的花一样啊 多漂亮 那一块是手打完 就有一口 就直接用手扒就可以了 这个太小了 我们就要这么大了 调不动 调快快 这个里面看 看 像扒他的衣服里面 他那么漂亮 还是被我扒掉了 这个大的还要小的都不要了 哇 这里快大 哇 这个大 这里都大 哇 发财了 大家看 这一朵花 漂亮啊 好 就要这个大的 这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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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蚝啊 每年到这个时间 从十月份开始 生蚝就慢慢的肥了 一直等到明年的四五月份开始 都很肥 等到七八月份 那个生蚝繁殖的时候啊 它又不肥了 口感也没那么好 它现在的生蚝是脆的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啊 它又变成 那个生蚝的味道 又变成粉了 又没那么好吃 生蚝是女人的美容润 男人的鸭油酱 很多人都喜欢生蚝啊 也的确它很好吃 很鲜甜 全部都很 哇 下来了 打了很多了 快提不动了 鱼爸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鱼爸回去了 一桶的 我这里有一桶的 你那里有多少 我这里一泡泡活了 一泡泡活 透了 差不多了 好 走了回家 好了回家 哇 哇 哇 看不动了 鱼爸要飞上去啊 哈哈哈 那就太难走了 我终于知道鱼爸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干了那么多坏事 年纪这么大了还就这么调皮 行不行 行 小心不要闪到老腰哦 现在轮到胖哥爬了我让你减肥让你减肥你又不减 一二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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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 那个很厉害 啊 你真的厉害 你像什么 乳孩子了 哈哈哈哈 要站稳的啊 这里有个抓的 看到没有 来 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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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吧 哈哈 要等两个时段我昨天搞一下吧这里搞得好多 哪里头啊 今天好了昨天好多 云妈是细皮嫩肉我是皮糙肉厚 你说你那么细皮嫩肉怎么生个女儿那么皮糙肉厚呢 天呐 天呐 肥不肥 这不生死脱脱的 哎 阿姨 下阿姨像鱼吧 哪里都像肉吗像肉吗 你们傻的要什么都不会 哈哈哈哈像肉吧只知道吃 天呐啊 你看 肥不肥 我打的都肥 这都是我打的 哎呦 每一个都是那么肥 我打的都肥 我打的 肥 你都是很肥的 大肚 他每一个都是很肥啊 你看 啊昨天吃了一只鱼 今天就把那鱼留你留掉了 这之后咋了真的很痛 是啊 你等一下才痛 你戴这个手套 这个怎么那么硬 哇 肥了 超级肥的那一个 哇 终于敲完了 敲这么一大盆 因为那个盆呢有点小了 我把那个水啊都灭掉了 我们今天把这个生蚝肉拿回去煮一下 然后把它晒干 晒蚝肉好不好 我们把小级肥肉放下去过一下水 不用过太厉害 过太厉害了 太小了 好可以了 倒下来就可以了 用太阳晒两个太阳就够了 它有大 它有大有小 你看这个很大 这个生蚝啊 放水啊 过一下 不然的话它很容易臭 这样一晒的话又干净又漂亮 好了 今天的视频也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小鱼 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大家好我是小鱼 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 但是有点冷 我们现在准备去大海了 走吧 看到这个 我看现在开始打 先打 这个月光是 我们去那边 你到那边才大 天呐 你们看这一块 我简直想要睡在这里 我回去了 天呐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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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也不用怎么敲啊 不用怎么敲 这样是每一个一块钱 我这里又数 我帮大家数一下 一块钱 一二三四五 万钱 六七块钱 什么都市口 起码要 三万块 三万块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一块石头 换回去好不好 没有钱用的时候就拿出来 卖一卖 三万块肯定没有 但是这一块石头上千块还是有的 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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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千多钱 十一千多钱 这个 我能敲 找个好敲的 我 我 我 这一块石头 是啊 就这么一点点啊 一一一一分钟我们就可以拿一百啊 这个 然后只要在这里啊一个退潮 是五百斤跑不了啊 又又一个早上 但是没什么 你能开心 你先开心 一桶了 那里已经不是很大了 我换你 有这个生桃啊 那里呢看 看 大家看开始涨潮了 这个水呀 我一直下面涨 看到吗 我们把这一块石头打完 你连我看到还有一块石头打完就可以了 开始 开始捡钱呢 那一个太小了 哇 这个都是一毛一毛的钱 你要谈 我们就要这种一块一块的 那就是一块石头打完 这根 那一块石头打完就够了 这个 里方的掉 哈哈 啊 天哪 那是一块跑啊 啊 啊啊啊啊啊 你看 啊 走回家 已經挑了這麼一傷 那他也給你哥啊 你一挑他他就出水 啊啊 他那好冷 他不是 他就好 這個好很大 這種太小了我們把它挑下來不要 不要那種大的 我們已經裝了滿滿的香 裝不下 以前幾天也打了一筐 我剛好這一香啊 還是打一盆 今天呢 今天我們現在 那麼多夠了啊 回去了 現在都拿去賣 豪賣的你 多少錢一 十塊錢 都是大的 你吃一下 三十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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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塊錢幾個 三十三百七 三百七啊 三百五 媽給你啊 三百五 好 好 好不好 賣了 賣了 賣了三百五 多塊錢 哈哈哈哈 拿去買菜了啊 今天那是民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小魚可以關注我們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小魚 那家煉蚝油嗎 剛才我們做過一個蚝油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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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看 照片 我倒 我們先把這個好 我們先把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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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的蠔椅挑完了,你把一個蠔挑了兩大盆的蠔肉 這個蠔油呢,就好像我們平時熬豬油一樣,我們會怕它下面粘鍋,所以你放蓮水 好了,我們的蠔已經熬得差不多了,看蠔已經變很小,我們先把那個蠔肉呢把它撈出來 這蠔肉可以撈出來直接就可以吃了,因為它是熟的,也可以拿來炒菜,上次熬蠔油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曬乾了 看,那個蠔水越來越濃,剛剛第一次打開的時候呢,它是乳白色,它現在已經變得有點混濁了,看到了嗎 我們現在已經把蠔肉把它撈出來了,現在下面剩的全部都是蠔絲了 我們現在要慢慢的熟小火,讓它慢慢熬成這個,越來越濃的蠔油 它還蠔肉撈起來,這個蠔油再繼續熬,現在當你平時熟就可以吃了天氣 你看,稍微有一點點咖啡色了嗎,然後我們繼續再熬一下,把這個顏色熬深一點 好,我們熬了差不多四個小時,把這個蠔炒水熬成一層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熬的蠔,然後一層多,蠔肉 然後熬到蠔水熬,好香哦 好香哦,好香哦 現在我們在裡面放一點白糖,放一點鹽,鹽 我們要放一點鹽,鹽 我們來放一點鹽,鹽 鹽 最後我們放一點生粉,讓它變得更加醜 這邊放一點攪拌 这个像是我们用一盘筋生蚝 蚝制成和蚝油 估计应该有一斤多 五到两次 好了 我们的蚝油已经熬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装起来 把它放凉以后呢 它会变得更加丑 熬了蚝油 然后我们做一个蚝油生菜 水烧开放一点油 让烫的生菜会更加稍微 把生菜放下去烫一会 不要烫太 大概烫十秒钟左右就烫 把生菜烙起来 那是我们自己刚刚烫的蚝油 放点生抽 再把汁移到生菜上面 好 生菜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也老的 生抽的生菜 生菜 那是小小的生菜 是买了这么多 我就是买的菜 它味道是很香 为了一盘小小的芹菜 挖了六个小时 我说你好 才做这个芹菜 我们今天那个食物需要 先去看着 小小的芹菜 大家好 我是小鱼 今天带上这个小家伙 我们今天带他去国人岛 我们去改海了 带了很多装备 有被榨盖 想看看有没有东西 来 出门 没事 阿姨回来 姐弟来的 管那个是什么 是 啊 妈妈 一扇轮 好像有点大 还找到了一个 好的 好点我看一下 哥哥看一下 看一下 哇 这个 妈妈 我来找海拔 这里 你呢 我不敢 哇 洗的好挺的 哇 现在的海拔好肥哦 哪有人呢 哪有人呢 他听说有海拔 哎 他在哪里洗的 妈妈 这有个卤 我 这有 这有一个海拔 这一条鱼 啊 这条鱼 海拔还有鱼 这条鱼 这是我遇到的 第一次遇到 那么大的黑蜡 受伤了 受伤了 你看 哎妈妈 不要伤回去 肯定有 拿在手上很重 你别看 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呀 哎 我这里手上有个什么 哎 怎么会跑到我手上来的 海葵海葵 这个鱼太大了 我们要拿这个头去捡海拔 那时候 那时候我把他养在那里啊 好不好 哇 哇这么大 哈哈哈哈 啊海拔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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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少应该有半斤 看 全都在动 啊 对比一下这个海胆就知道了 你看 这有多大 猫眼螺猫眼螺 这个是 这不是冰冰螺 很好吃 现在海胆这么肥 很大 哇我也发现了一个巨无霸 什么东西 哇 猫眼螺 这个地设的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 哈哈 猫瓶 哎呦 今天都大货太多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 猫瓶 这里有个螃蟹 好像石头蟹 太小了 我们 我们今天的收获不多 但是个头都很大 刚才还讲 先去看了一下 没什么海胆 我说 我昨天经验那个 得开一下也没有 哈哈哈哈 大家看 这个鱿鱼 你能看到没有 他们钓鱼 根本就没有用什么 很好的鱿肝啊 花很多钱去买这种鱿肝 都没有了 不是用一根鱿肝 手上一根鲜 然后那边用的鱼肝 那边用的鱼肝 那边用的鱼肝 两根鱼肝 一起钓 一天最多的时候 可以钓一百多斤 然后他们这个鱼啊 是鱼猎的 他们这种是一种手艺 哇 太重了 太重了 已经破了 看到没 有我的人 那条鱼 最少有六斤 真的很重 因为今天要好路过这里 把那些鱼啊 把它收回去 这是什么鱼 白花嘛 吃花嘛 你没吃过吗 没吃过 谁说的 你吃过什么鱼吗 我吃过啊 那是白花鱼 这个是鱼椒来的 鱼花椒是不是 这个 就刚刚一条鱼的 鱼花椒 我买一个 盖骨头 买一个 我买一个 头肥吗 多少钱 多少钱 两千五万咯 两千五 哎呀 就这么一条 哎呀哎呀 太阳下山了 我们现在正在为止了 那怎么吃 鱼椒 也是鱼椒 你拿鱼椒 鱼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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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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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条哦 第一次 手都吃这么大的鱼 那个腊鱼 我们就把它放起来 鱼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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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不会做海胆 这几个海胆挺肥的 然后我就把它做了 做生水蛋 给我小孩 鱼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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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水消掉了 我把 lement火的鱼放进去 这样炒 黑桃 黑桃 黑桃非常肥 这 בע 独威 我都还没有开 它又已经黄了 看 这个 黄黄的 看到没有 这个又是 nothing 黑桃的肉了 我们就把它留着 然后这个里面黑黑的 就是海胆的内脏了 这些黑的我们全部都不要 只留它的黄 好 我们的鱼已经煮好了 大平的蒸鱼做好了 我现在来烘烧 放点分抽 不用放盐了 因为我放了很多分抽 那就这样分抽 用小火焖五分钟就可以 蒸海胆 先把水烧开 放下去就开始蒸 哇 好漂亮哦 放点香菇 门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的水袋已经吞好了 哇 我这个手艺太好了 试一下看好不好吃 特别的鲜 我试一下啊 如果好吃就可以多吃一点啊 等爸爸回来 一边吃一边等爸爸啊 这是我长生不大第一次吃石花鱼 我也吃 你也是啊 我觉得它的肉没有黄花那么嫩 豆腐好吃 豆腐好吃 哈哈哈哈 那个鱼好吃 好吃吧 嗯 好了 我们进入石花鱼 如果大家喜欢小鱼 可以关注我们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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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鱼 我们今天用出来赶寒 但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烤水还是很干的 走呗 小螺来到 哎 请看那里 有剩 好剩 哦 这个可以 二头好 个头很大 哇一出来就遇到这个大货 可以 一切不好 哦 哎 好 走着 没有货 再两个 有风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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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是活的哟 哇 蚯蚓 肯定不是杀虫的 你说这到底是什么 杀虫很捕的 哦 都是生蚝 下雨天好像货不多 一个哦 一个水 这样 我抱你了 我抱你了 喂 哎 有个螃蟹 这个隐藏的好好啊 看到没有 根本就看不见它 哦 它隐藏的 哎 这是个还是个 雷仔 哦 还捡到一个雷仔 这个是很好吃的 个头 就一个 算了 你要它 但是我们要那个螃蟹 可以 这个可以 两个 牙的 没有 很像 哈哈 蹴 没有 没有啊 有个响罗在这里 这种渴吧 哇活着活着活着 哇 哇,看到没,活的活的,哇,藏了那么多的垃圾在里面,把你带回去啊,哇,活的,活的,这边有粘液,你看,哇,活的,看到没,很大哦,这个还可以, 两个,哇,整个这里,又有了,喂,这里还有一个螃蟹,哇,这里有两个货,哎,这里有一个响罗,这里还有一个螃蟹,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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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遇到两个,不用打了,不用打了,哎哟,你打不过我的, 哇,我都,跟多少个螃蟹打过架了,听到是,第一次和人打架吧,可是我天天跟螃蟹打架, 这个的,这个不知道是可还是,假的,还是真的,哇,也是真的,这个没有吸的很紧,哇,难怪啊,你看它的肉在这里呢,看到没有, 没有,没有吧,两人有一,一,是什么螺蟹, 鱼啊,哎哟,你不要吓我,好不好, 真的是鱼啊,哦,虎鱼, 哇,它躲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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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它躲在这里,不动了,这个老虎鱼,那个刺,拉到了,特别痛的, 等一下,不大,这叫老虎鱼不大,哎, 我压住它,哇,别看它小啊,很怕的力气,看,给你们看啊,给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老虎鱼,老虎鱼,乌鱼, 黄花鱼,和小朋友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真的拿来清任何包汤,它吃到嘴里面,滑滑的那种感觉, 鱼鱼稍微好一点, 今天我们在家,吃的也都是鱼了, 大家吃个鱼, 我们在家,吃的对面,吃的, 我们在家放到家,吃的, 别忘了这个鱼, 会来,可以带一个鱼,